大家好,我會教大家如何選擇多種維他命和蟹蟹蟹 我們現在市場上經常吃到哪一種呢? 通常是一種的,一粒是很硬的 如果我把它扔到桌上,你會聽到它啪啪聲 其實它的密度很高,很硬 就是這樣,如果我們的消化系統不太好 或者我們本身是慢慢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將一粒這麼硬的把蟹蟹味道消化呢? 其實很難的 大家記得第一,選擇維他命抗物質的時候 它的溶解有多高 這麼硬的東西很難溶解 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要選一些 雖然大家都是維他命抗物質 但它的原材有多漂亮呢?這個很重要 原材這位師姐說,舉個例子 我看到她用維他命抗物質 是一種叫Ascopa Exit的維他命抗物質 Ascopa Exit,這種維他命抗物質 是比較酸性的 酸性的意思是,當它這麼酸的時候 如果它吃到胃裡,胃不好 因為腸臟不太好的時候 是太酸,不是太健康 而且Ascopa Exit的時候 這種維他命抗物質 因為它很水溶性 吃了下去,它流不到在身體裡 直接排出來 所以我們的身體 受它的益處很短 不長久 第二個就是 我們去看看 比如用鈣做例子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鈣 其實它這個叫做Kalcium Carbonate 鈣 鈣也分為一種 有些是身體吸收得比較好 Kalcium Carbonate 這種鈣 我們身體吸收得比較好 當我們吃到身體的時候 不代表我們吸收到 其實它用到的機會是比較小 這就是通常市場上 可以給我們的產品 其實你問我 喂,Brian,你吃哪一種維他命抗物質呢 其實我會吃這隻的 其實外面有少許不同 和粒素都不同 如果你細心看 其實它用一些很薄的Gelatin 是包著營養素在那裡 即是說當你吃了肚子的時候 因為它的膜很薄 吃進去 它的溶解就很高 溶解就很高 我們就消化到 所以我喜歡吃這隻 而且你看到一遍問題 就是你會問我 喂,Brian 為什麼有這麼多粒 他好像有這麼多粒 市場上通常吃一粒 但這個是四、五粒 你看到 因為當我們是懂營養的人 看下去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要用這麼好 或者這麼多的養分 來對我們身體作出一個好處 一粒是擺不完的 一定擺不完的 所以現在漂亮的食物 普遍來說 有時候維他命革命質 一定是多於一粒 所以你看到這裡是四、五粒 這裡是五粒 它就會是早晚吃一次 這樣就能確保我們身體 有足夠的營養 提供給我們身體健康 剛才我提到維他命C和鈣米 這隻的維他命C 就不是用Citrate 是用另一隻的 這種維他命C 很有趣 它是將維他命C和鈣質 和很多的礦物質 是扣在一起的 好處有兩種 都是扣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礦物質是呈這個簡性的 一扣在一起 它不會那麼酸 不會放那麼多壓力 在我們的胃部 因為它比較中性 它在中和口之後 第二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扣在一起之後 它會留在我們的系統 會長一點 所以不會那麼快排出來 身體的益寸會大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鈣 這隻的鈣就是 用一些叫Kalcine Citrate 它用Kalcine Carbonate 也不同 鈣就是有好一點 沒有那麼漂亮 這隻叫Kalcine Citrate 它身體的骨 可以用得好很多 即是吃了它之後 真的吸收不到 可以嗎 所以大家由現在開始 選擇濕別紋的時候 就要精明一點 即是看它的溶解度多高 第一 第二就是它的原材 有多漂亮 行不行 OK 今天就這麼多了 有什麼問題 隨便可以傳訊息來 你問我 OK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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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